位在大湖里内的米粉坑溪 近年来遇到台风或强降雨 溪水就暴涨造成里内大淹水 让居民苦不堪言 都是卡的一些淹泥在那边 为了尽速解决淹水问题 里长向市府争取新建成沙池 而为了让地方民众与地主 能了解新建成沙池的理念 里长特别召开地方上的说明会 也感谢地主能了解到地方民众的心声 我们社区的民众当然就了解说 我们为什么要新建这样一个成沙池 包括地主也能够充分了解 我们这一次的提案 争取的部分是成沙池的部分 所以不是当初规划 制洪成沙那个面积那么大的一个区域 所以地主也比较能够释怀 跟应该可以比较接受 小面积的征收这样子 大概是从我们路口这个停车场 大概到这个竹林这边 这一带比较平缓的这个区域 那山坡的部分基本上 应该水利处不会去动到 因为山坡的部分有时候还要做一些 水保的部分可能比较麻烦 我们希望说 该市政府该改善的一些 该新建的一些设施 完成之后能够消除掉 我们这一些 一楼受到水威胁的状况 能够排除掉 所以我们一直在争取相关的设施的一个新建跟改善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举办这样一个说明会 主要是说明给地主跟乡亲他们了解 我们争取这样一个案子的理由跟我们的想法 李长说他将持续进行地方上的沟通 如果顺利的话 预计明年下半年能够启动 沉沙池的新建 地方民众也期盼 未来沉沙池新建完成后 能解决淹水问题 让大家安心生活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